糟糕的工作环境,过长的工时,不公平的待遇,都是在侵犯他人的权利。 近几年随着ESG越来越受重视,世界也开始关注企业带来的影响所产生的人权问题。 欧美最先启动立法,让重视人权,从自愿性变成具有法律的强制力, 要求企业做到人权尽职调查,让职场健康、劳动条件、人身自由等等议题受到重视。 日本、韩国等国家也开始逐步进行甚至加重人权调查的强制力。 台湾的大型企业也开始实施人权净职调查,这代表世界对于企业人权的关注, 在未来将会是影响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。 金属加工业者在加工的过程使用的矿物性切削液,会产生二氧化碳、多环芳香厅等有毒的气体。 长期工作下来,会造成员工们肺部及皮肤上的危害,而这同时也是侵害人权的一种情况。 企业若想完整落实ESG永续目标,保障员工的人权健康非常重要。 加工时可以选择使用每颗植物性切削液,它是植物萃取的绿色产品, 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量,还能大大降低对员工健康的危害。 不仅如此,它的使用寿命高达5至10年,能够大幅度减少飞水产出, 并且获得2023年台湾精品奖及创新研究奖的肯定,是未来加工不可或缺的绿色伙伴。 现在,每颗植物性切削液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全球知名的大型企业里, 并在每颗科技YouTube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成功案例, 为您在加工选择上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 每颗期望与您一同迈向永续节能,人权自由的未来。 选择每颗,成就每颗, 我会变成功。 我会变成功。 MCM超。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。